拉不住 直接转进过来 再得分 只能让库爱伦得更多的分 好 这边比赛开始 北京队是拿到了第一波的进攻球权 哎 漂亮啊 上来就抢断啊 一上来 库爱伦啊 直接抢断刘晓宇的手里球 看一下哈德鲁能不能杀伤一下啊 给出来 郭爱伦 节奏不是太好 你上来 连得五分啊 我的脸啪啪啪 瞬间 瞬间啊 44比20 但是新疆队呢 说实话 不要掉以轻心啊 哦 三加一 漂亮 哈德森 M&A节目战 杰伦布朗 扣大帝那意思 大帝完事之后呢 大帝说 这是个梦 杰伦布朗 这是个齐扣 艾伦决士进来 这一下郭爱伦跟得非常紧 四打三的局面 对 转 杨明外线三分球 好球 三分命中 错位了 看郭爱伦能不能打哈密尔顿 再突分 很有耐心 对 最后一秒给到哈德森 好球 其实上不上比 没有 反击的机会 郭爱伦 自己来 顶开 好球 被追了六分之后 北京小关队是紧着了三天 还没轮被盖掉了 辽宁队 郭爱伦呢还是谨慎起见 没有直接遗传 自己晕球反击 漂亮了 郭爱伦把自己放倒了 这一个上蓝 这个处理是对的 如果再近的话 北京队可以考虑叫一个暂停 郭爱伦 照顾进来 漂亮 这个动作太漂亮了 对 高级动作 跟这挡拆 放手 哦 漂亮 直接把球送到郭爱伦的怀里 郭爱伦这个判断也是非常厉害 没错 而郭爱伦直接是按在了手里 而且呢 突破又造成方舍的犯规 对 这礼拜里啊 这都是一看表啊 郭爱伦连续两个变相 中间强行突破 哇 漂亮 这是从汉密尔顿夜下上了一个敌手楼 对 这又是一个外援动作 这个杨明应该说很迅速地找到了一个底线交叉出现的空外 郭爱伦又来了 又是个人突破造成犯规 北京队呢 是请求换人 刚才死球的时候 北京队是已经心念封死 是 而且寻找机会能力 杨明确实强 出来郭爱伦外线的三分 超远距离 漂亮 三分命中 韩德军第一位 四个人加 二加一 上来有作用 这只能说老熟啊 老熟动机比赛的能力那确实是强 确实比老婶强 确实比老婶强 状态确实有些低迷啊 无奈就是杨明去防 郭爱伦再来 再重 又是三分 二十三分了今天 连续四场二十加 把这球 球全保持住啊 郭爱伦进来 好球 真快 墨迹啊 应该是已经得到了十分 对 打完之后呢 里边形成错位了 中程 外边是长林防郭爱伦 郭爱伦一打二 一打二 漂亮 这个郭爱伦就完全把手感打出来了 这个再看一遍啊 这个太精彩了 有夹击 所以左路的突破 面对 他判断启动的是不住啊 对 直接转进 你转身过来 再得分 只能让郭爱伦得更多的分 先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了 二十九分 墨杰得到十四分 肯定断下来了 郭爱伦 好球 好球 锁定胜局 郭爱伦 最后 另外一块场地上呢是 阿联得到了二十三分 这个总得分破外还差十分 好球 好球 不够干了